有一个女的在场 只有一个女的在家 我刚才有跟你说我怀孕了 真的肚子好痛 痛等一下带你去医院检查 好吧 你先好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这是东莞警方抓捕行动的真实画面 视频中的孕妇从来没有上过班 但是民警却在其家中搜出了千万现金 以及9张银行卡 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孕妇 究竟是从哪里挣来这么多钱 2006年6月 东莞警方突击一名原姓女子的家 在她的家中 警方发现了数额巨大的现金 表面看 她家中的设施摆设并没有多豪华 也不过就是寻常人家 但她家的衣柜却内有乾坤 衣柜内堆着一捆一捆的现金 角落里还有个保险柜 女子似乎还不知道 为什么警方会找到她 当警方询问她保险柜密码时 她还不愿说 虽然她是个孕妇 但警方也没有惯着她 直接叫来了专业人士 将保险柜撬开 保险柜里也整整齐齐 马放着崭新的人民币 除了人民币 还有一些港币 而当警方问她这些港币的来源时 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这些港币是谁的 一是时间有点久了 二是 她交易的人数实在太多 也记不清这都是属于谁的 在警方将一滚滚现金 搬出来清点的同时 还有一个人员 来到了一个小卖部里 小卖部卖的东西很平常 就是常见的一些零食 饮料 小玩具 店铺面积也不大 一楼就是正儿八经的商店 当然 警方也不是奔着这个小卖部来 这个小卖部还有个二楼 正常二楼可能会作为 宠物阁楼 并不是 警方来到二楼的时候都惊呆了 二楼入幕都是一片粉色 不知道大家对人民的名印里的人民币墙 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小卖部的二楼也差不多 那现金就像是一堆堆废纸一样 被堆放在地上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放满了现金 随手打开一个编织袋 里面就是以十万起步的现金 一个不大的小卖部老板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的现金 在这个阁楼里被绊倒 一定不是因为地不批 而是因为地上突然多了一捆现金 初步估计 这个小卖部里得有个两百多万的现金 当然 这只是这个小卖部里藏着的 而这个小卖部的主人 是原姓女子的前夫林某 只不过平时都是林的母亲在看小卖部 林某没有什么事就在家待着 很少露面 警方又来到林某的家里 在林某家里也发现了大量的现金 行李箱里 抽屉里 一柜里 能放现金的地方都塞满了现金 林某家里同样有个保险柜 这个保险柜比他前妻家里的还要大上许多 不出意外 保险柜里还是现金 当把这些现金全都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时候 就好像走进了银行的保险库 今天这些现金都干坏了好几台印钞机 从林家母子和原某那里搜查出来的现金 一度达到了仅千万 还不包括原某家里那九张银行卡里的钱 或许你觉得也就是个千万富翁 而且在东莞 人家要是个拆迁户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就是个亿万富翁 但不是谁都是列德村的人 这三人没有一家是拆迁户 而且平时也并没有什么工作或者事业 除了那个小卖部 就是个纯纯的无业游民 可他们进千万的现金 在他们的上家那里 也就是个小意思 每天在家躺着玩 却有上百万的交易额 这样的好事你敢想吧 警方从林家母子和原某那里 搜出千万现金后 又分别对几任名下的银行账户 进行了一番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林某的个人账户 每天的交易额都在上百万 高的时候能够达到上千万 半年时间的交易额就达到了四个亿 这还只是其中一个 他名下自然也不是只有这一个账户 就算只有一个 半年四个亿 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这要是一个公司的交易额 那老板真的是做梦都能笑起 而林某只是个不到30岁的宅男吧 事实上 在抓到林某之前 警方最先盯上的是钟某 他也是个无业游民 但是银行流水却高的离谱 每天都是频繁的大恶交易 一天下来的总流水 也都是百万几步 这样的异常 自然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原本是想要悄悄调查一下 钟某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钟某很谨慎 很少会露面 就算出门也是闲逛兜圈 搞的人很是头疼 就在盯梢钟某 没有什么进展的时候 警方又发现了几个交易异常的账户 其中就包括林某 警方敏锐地发现 他们的所有交易账户 都是同一个 也就是说 这些人很有可能阻止起了一个地下钱庄 根据这些账户的交易信息 警方顺藤摸瓜 找到了他们的上家 刘某 而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这群人的大哥 只要抓住了刘某 那么事情就清晰了 然而刘某是个千年的狐狸 警方查了很久 也没有查到刘某更多的信息 除了一张模糊到都要看不清脸的照片 就只有一个身份证上的地址 虽然不确定这个地址 到底是不是刘某现在的住址 但警方也只能先从这个地址入手 而这个地址是一处高档小区 这个小区里住着的基本都是富豪 而且小区的安全级别也相对高上许多 房子都是三层富士的楼中楼 要想观察到刘某的行动 就必须乘坐唯一的直打电梯 然而当警方乘坐电梯来到刘某家门口的时候 还没出电梯 就发现了一个高清摄像探头 在刘某的家门口 这种摄像头比较智能 除了拍摄到的画面非常的高清之外 还能智能提醒 一旦警方出现在监控里 即使刘某没有注意到 监控也会提醒 这样一来 警方在调查刘某的事情也会暴露 无奈 警方只好默默地离开 转而在刘某小区外面蹲守 好几次刘某都行色匆匆地出现在警方的视线中 手中还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出去一段时间后 再回来时 手提包已经消失了 通过这几次警方分析 刘某只要拿着手提包出去 那应该就是去交易了 所以在刘某又一次拿着手提包出现时 警方也悄悄地跟着上去 为了不让刘某发现 警方跟得不算近 只见刘某出来后 便开车兜了两圈 确定没有人跟踪后 突然拐进另一条路 与另一辆车拒头 刘某将手中的手提包扔给了街头人 另一人打开看了一眼之后 又递给刘某两张纸 而这两张纸 警方再熟悉不过了 是汇票 拿到汇票后 两车相继离去 整个交易过程用时很短 但警方却将他们的行为看得很清楚 在掌握了刘某足够多的证据后 警方迅速行动将刘某抓获 而刘某被抓捕后 还想做无谓的挣扎 但面对铁证 再多的反抗也是突浪 有一个女的在场 只有一个女的在家 刘某他本人的其中一个银行账户 在半年的资金交易 量就达到了4个亿 这是东关警方实施抓捕的真实画面 而这重达340斤的钞票 来自11名无业游民 他们之所以能够把现金 当废纸一样堆在家里 全都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地下钱庄 那么这样一个巨大的地下钱庄网络 究竟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在刘某被捕后 整个地下钱庄算是被警方一锅端了 刘某每天的交易流水 基本都是千万起步 总交易额高达上百亿 然而刘某最初也只是个 开杂货店的小老板 每天有个千百块收入都了不起了 他经手的第一笔赃款 就是在自己的小杂货店内 那时候有很多香港商人 来内地谈生意 而港币在大陆 又没有办法直接流通 需要对成人民币 但去银行兑换的时候 不仅时间久 而且非常麻烦 于是就出现了找私人非法兑换的情况 刘某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商人 那天他正在看店 突然有人找他满脸焦急地问 能不能帮忙换个钱 说着掏出了一碟港币 刘某虽然不懂法 但也知道私人兑换是犯法的 但是当来人表示 可以多给一部分作为报酬的时候 刘某行动了 他按照当时的汇率 将港币换成了人民币 给这名商人 同样的 他也拿到了一笔丰厚的报酬 这让刘某看到了其中潜藏的利润空间 便决定好好发展一下 随着他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多 找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明白要想赚更多 那就需要更多的人民币 于是 他就开始拉身边的人和他一起干 有了足够多的资金支持 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兑换的金额也一次比一次大 刘某很快就靠这种手段 获取了巨额财富 同时 还发展了一批下限 刘某吃肉 这些下限就跟着喝汤 由下限再继续发展下限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无业游民 他们每天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交易 所以刘某的地下钱庄迅速发展壮大 直到警方端掉他们的时候 光是现场扣留的现金 就是1500多万 冻结的资金高达4000多万 总涉案金额至少有200多亿 如此巨大的金额 对我国的金融市场 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因为通过私人兑换 那么这些外汇 就是没有入国家数据库的 除此之外 这其中还可能混杂着许多黑钱 地下钱庄的存在 无疑成为了犯罪分子洗钱的一大助理 就像本案中林某母子 他们无形中就成了犯罪分子的帮凶 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 不合常理的意外之彩